好 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是主持人胡忠信 选举真的越来越热烈了 今天有两个议题 前高雄县长杨秋青 宣布停马当震撼蛋 但是亲民党宿主席 马上做出回应 说这假新闻 真假或虚实 等一下再讨论 第二就是 当然这是PK版 怎么说呢 其实我得到的消息是昨天 本来应该是就要捐出来 结果因为农委会 一番行政程序 农委会昨天也紧急发布 一个类似一个说明就是 他不集中在十分之一的防射 而是十分之九 你们中午 结果让整个形势维持转变 你看民进党看起来 像鹰派抬头了 所以我们进来 针对这两大议题 阿嘎拉署以及杨秋青 而且都是南部的议题 我们来介绍来宾 辉文 大家好 施晨 大家午安 光琴 大家午安 以及谢南 大家好 还有蕴鹏 我把今天这个话题的来源 就是今天报纸所说的 婉拒宋杨秋青停马 这是今天的主新闻 当然这是个震撼蛋 我等一下会播放杨秋青 他人在日本 他夫人怎么说 以及宋主席的回应 我先请教辉文 是 你今天看报纸 我知道你一大早就先看报纸 看到这个新闻 直觉 立即的感觉是什么 终于大哥太了解我了 看到报纸我就翻下一页了 下个要题而已 下一页 我当然是有把它看完 因为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我就把它翻过去 为什么这样 不重要啊 我讲我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杨秋新 他当然就是 不管他要挺送或听 他一定不会挺蔡英文 这样子从绿营 背叛的人 被国民党 或是被亲民党 召降纳叛的人 其实可以做个一篮表 最近这十几年 还不少 包括民进党 党主席这种层级的 很多都离开民进党 所以杨秋新的这个 就算他公开挺马英九 能够造成选票的实质意义 非常有限 我们可以从去年五都选举 高雄市长的选举 太清楚了 杨秋新加上黄昭顺 是输给城局的 那杨秋新拿的那个票里面 有多少是绿的票 我想民进党很清楚了 国民党心里很清楚 所以这个杨秋新 如果要公开出来挺马的话 显然他的这个实质意义 不大 我讲的再白一点 高雄或甚至全台湾的选民 会因为杨秋新挺马 就说 我本来要投蔡英文的 我本来不投票 我本来投废票的 就看到杨秋新挺马英九 那我决定去投马英九 这样的人多不多 我认为是不多 我倒觉得杨秋新 他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 政治路线的转变 我是没什么太大意见 那你说这样子会造成 马英九在这个南台湾 或是高雄 整个气势拉起来 然后这个 我认为不能靠杨秋新 如果马无配要在高雄 攻城掠地的话 特别是2008年在高雄市 马英九是银蟹长亭 如果要重回那个 我觉得马英九要自己努力 杨秋新只是可以一个 象征的一个文宣的器具 选票的效果 我看是有寒 好 辉文说象征大一十字 我做个参考 这是过去的选举参考 仅供参考 我不做评论 2005年高雄现场选举 国民党014 44.86 杨秋新59.14 大约6比4 对64比4 有点像台湾的全台性的蓝绿基本盘 对对 有点类似 就是一个小缩影 但也许有改变了 但去年底的五度选举 成居52.8 其实蛮惊人的 创新高 过去民进党在高雄 没有跨过那么高的 但是杨秋新26.68 黄昭盛20.52 如果我们从县市长来自五都选举 来看杨秋新的 赵辉文说 我们说 打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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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 因为刚刚辉文说 他第一页跳过去就翻页 我赶快翻页 一翻就翻到这个 也还是 那你翻到这个 翻到这个 就跟我的论述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 两个所以情同姐弟 可是在初选里面 两个就翻脸了 那翻到后来 杨秋新决定出来参选 所以现在呢 到底是 我的论连到底是挺马 还说他根本就是不挺绿 他的观点是 我认为他是不挺绿 就是说我现在挺谁 希望我认为说 因为民进党后来对我不好 他不太挺绿的 现在不太挺绿的 还希望民进党的对手 能够当选 我想是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要支持 所谓的这个 这个马英九 那我刚刚辉文说 这个到底有多少票 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 我觉得选举 比票也比气势 我现在整合 我人糟糟的 有的有票 有的有人中 对不对 我把人都聚在一起 我的气势起来了 我就在气势我就胜一筹了 我觉得这是个关键 你不管他有多少票 总比我讲一件 总比说今天这个杨娟出来说 我支持松先生 对马吴来说 这样的效应对他来说 至少在气势上就略述一筹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而不是说真的选票会有多少 对 输人没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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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说是有 有嘛 一个是说象征带死 一个是说有气势就好了 票不知道多少 但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个杨秋星 人在日本不知道是去参访 还是读博士 那我们看看杨秋星夫人 他说 他的说法应该是把他先生的说法 传神 把他表达出来 我们听听看 然后当然等一下来看看 今天宋主席有点不高兴 我们先来看看杨夫人怎么说 杨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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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0月宋楚瑜天人交战后 在高雄市长选前一天 跳出来力挺杨秋星 替绿营出身的杨秋星 拉拢不少深蓝选票 有配套的 把这个两个地方政府 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当时杨秋星和宋楚瑜 以争取第三势力空间为口号 但如今宋楚瑜参选总统 杨秋星却以第三势力没空间 婉拒宋楚瑜邀约 参选亲民党立委 还传出将跨刀帮马英总 因为出来他比较 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他觉得应该是 不太不同意 不是愿意他这样出来 因为出来他这样比较辛苦 空间比较窄了 所以应该可以考量这样子 所以他有建议宋先生要考量 是不是 对啊 自己可能是这样 所以中间我就没有再继续 再听到这些其他的了 杨秋星现在人在日本进修 妻子低调避台 杨秋星是不是会跨刀帮马无 但国民党内部传出 杨秋星已经同意出任 马无高屏办公室 三山竞选总部总团长 三山指的是岗山 岐山和凤山 也就是借重杨秋星 在原来高雄县的人脉 但这到底是国民党单方面的想法 还是杨秋星已经同意 杨秋星打算回国 21号召开记者会说清楚 中天新闻成果明报经营 高雄报道 好这是去年大家印象深刻一幕 据我所知啊 宋主席会替杨秋星站台 是来自某大企业家的一个 吉利的牵线 但是这位某大企业家 好像最近 稍微卡销稍微软软 好光景你怎么看这个 去年的场景 乃至杨秋星夫人的回应 对这个画面一播出来的话 证实一点就是政治 他只有利益并没有情谊 因为那个快速转换的非常快 但是我认为说杨县长 他过去的选票实力 其实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他在上一次跟陈局对垒 加上黄昭顺 他的那个票是跟着他走的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大装脚 变成国民党停马的一个大装脚 这个选票他流失的程度 并不会也很严重 这个票还是会跟着他走的 会跟着杨秋星走 会跟着杨秋星走 因为杨秋星他在地方实力 他的票就是铁票 是死票 所以跟着他走 所以在当初这个陈局 逝去这么旺 而且黄昭顺有国民党资源的 澳元的情况之下 金浦冲也不买这个很多人的校正 说那你干脆让给杨秋星 还是照挺这个黄昭顺的情况下 杨秋星还有这样的一个选票实力 其实就是证明就是说 他在地方他有一定的基础 而且五颗星不是让得虚名的 第一名的县长 也不是让得虚名的 所以对这个马英九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因为就是因为黄昭顺这么弱 高雄的情势 一直都是这样子摆档 然后如果说我们 讲这个2004年的那场 差距是这么小 这个2012年差距 也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那过去你知道 在04年 彭白鞋那4万票 对那个陈水扁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关键的注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杨秋星等于说 带枪投靠的话 对马英九在 这个高雄市高雄县 这个战役会比较好打 尤其是杨秋星 再加上黄昭顺 加上国民党的这个组织动员 那相较之下 宋楚瑜就被打了一耳光了 因为对宋楚瑜来讲 这个是不是锦上添花 他要杨秋星 这时候才是雪中送炭 那可以考验出杨秋星 你有没有吃人一口 怀人一斗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杨秋星他的估算是 西瓜要喂大鞭嘛 第三势力 如果你势力挺起来的话 或者说宋先 他的这个势力是 比较进场以后 是可以破劲的 跟马菜破得更劲的话 或许他考量就不一样了 那尤其是为他自己考量的话 为杨秋星个人考量的话 他未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 已经命定了嘛 就是蓝莹会挺他 支持他 去选下一次的高雄市长